美國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 警方再拘捕另外三名疑犯 包括已經落網的招哈爾的兩個大學同學 19歲的塔澤亞科夫和卡迪爾巴耶夫 他們都是來自哈什克 聯邦調查局在星期三發放圖片 指兩人案發三天之後 去到招哈爾的宿舍房間 拿走了一個裝有煙花爆炸的背囊 和一部手提電腦 並且丟棄背囊 涉嫌協助招哈爾銷毀證物 串謀妨礙司法公正 暫時未知那些煙花是否和案中的自製炸彈有關 而第三名疑犯是招哈爾的一個19歲美國籍同學菲利波斯 他涉嫌隱瞞調查人員曾去過招哈爾的房間 三人首次提堂 卡迪爾巴耶夫的代表律師否認控罪 指卡迪爾巴耶夫事前不知道招哈爾兩兄弟 發動這次的炸彈襲擊 但是聯邦調查局就指 赵哈爾在襲擊前一個月 曾經跟兩人說過 懂得製造炸彈 兩人沒有要求保釋 還押至到本月14日再出庭 最高刑罰是監禁五年 而菲利波斯最高就可以被判監八年 香港風波人電視記者 胡可民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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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